香港人我自己覺得投資物業最重要 男生一定要有一層樓 這樣才叫做安心點 我17歲御科畢業後就出來工作 22歲半的時候就買了人生第一層樓 淘大花園我記得A座高層33樓 東南全海00年12月128萬 第一個物業開始到現在17年 我總共買賣15次 賺了接近700萬 真的很爽 老實說真的為了賺錢 但到後期賺這些錢其實是證明自己的眼光 2008年開始和我老婆出來開店 太太會去見客人 她是營養師 買了房子每個月開支 三四萬沒有酒雞 但玩下秀利那月的生意只有一兩萬 你就要到偶 我結婚又花了錢 馬鈴又花了錢 裝修又花了錢 我沒有得點剩 最差的生意是一萬元都沒有 一個月很大壓力很龐旺 開始就喝酒 收舖回家 喝一瓶紅酒 買了威士忌回來喝 有一次約了朋友 吃酒 上車我就踩行友 我扭不及了 自速160 醉著走地踩 如果我扭到海水 我就會踩到鍋裡 我很討厭自己 但我控制不到 我哥哥邀請我回教會 我回星期日的順拜 牧師就出來講道 他很生活化地 用聖經話語告訴我 一個人給熟世很多誘惑 令我們犯罪 我們能力控制不到 要怎樣呢 就要靠耶穌去幫我們 去求耶穌 幫我把罪言不中的瘀走問題 給我戒掉 我絕對相信你 當晚我在梳化碟 那些骨痛得很辛苦 但是我都繼續去討告 起床也是精神了 再討告 到第二天晚上 我已經完全沒有骨痛 我現在仍然會有投資 以前我就看一個字 錢 我計到數 很有信心賺 我就去 我也不會理後果 到現在我會有節制 聖經裡教我 不要只看自己 要愛人如己 我會帶同事 去一些基層社區 做一些義工服務 探訪老人家 我們兩三個一組 進去就跟他們聊天 始終老人家有人哄 又會開心很多 陳生陳底 我兒子現在未兩歲半 但吃飯已經懂得 這樣閉上眼祈禱 他會阿門 很感恩 所以很感謝主耶穌